民眾黨現在使出切割術 就把所有的錯全部都切給李文中 然後今天又看到媒體報導說 包含眾望基金會包含木可 都是李文中的點子 所以如果這些單位有收受不法的話 又都是李文中的錯 全部都切給李文中 不管是誰的點子 但實際受益者 實際支配者就是柯文哲 所以民眾黨我覺得 與其要切割李文中 不如乾脆整個切割柯文哲 才能夠一了百了 因為現在對民眾黨來講 最大的那個獨留就是柯文哲 許甫啊 他接受媒體訪問的時候 他說要證明 李文中不是他們民眾黨的大帳房 他說他沒有擔任過這個 什麼什麼重要的角色 好 那我們就幫他證明 李文中是柯文哲的大帳房 許甫你有算嗎 跟切割啊 白給你們切割啊 你有算嗎 所有的錢都不會進到李文中 個人的私障口袋裡面 很簡單 背後那個背後 才是真正的嘛 民眾黨現在使出切割數啦 我就把所有的錯全部都切給李文中 就是說上個禮拜六的時候 李文中被收押 然後民眾黨被詢問到 這一件事情的時候 民眾黨先說這個李文中 已經是被開除的黨員了 所以跟民眾黨無關 先切割一次 然後今天又看到媒體報導說 包含眾望基金會 包含木可 都是李文中的典製啦 所以如果這些單位有收受不法的話 又都是李文中的錯 全部都切給李文中 但他們忘記李文中 已經是被開除的黨員嘛 而這些包含眾望基金會 包含木可 最後的那個實際的支配人 就是柯文哲 不管是誰的點子 但實際受益者 實際支配者 就是柯文哲 所以民眾黨 我覺得你與其要切割李文中 不如乾脆整齊 切割柯文哲 才能夠一了百了 因為現在喔 對民眾黨來講 最大的那個獨流就是柯文哲 那個議員就是民眾 因為剛剛有講到李文中 那但是因為柯文哲 跟李文中是多年的好友 那今天柯文哲沒有指示 李文中敢這樣做嗎 這樣柯文哲真的不知情嗎 柯文哲對於木可 對於重量基金會 對於所有的金流 都不會不知情 因為他就是最清楚的那一個人 包含重量基金會的成立 包含木可公司的成立 都是柯文哲對外宣佈的 所以如果沒有他的認同 不管中方基金會或者是木可 都不會成立的 所以現在是事發了 開始被究責了 柯文哲要開始切割李文中 然後來排除自己的責任 我覺得這是不會成功的啦 因為最終的受益者 跟最終的對這些單位的 實際的支配人員 都是柯文哲 我覺得這已經到 檢方已經到了後面的整個收網了 因為包含李文中 包含朱雅虎 其實在這個案子開始 不管是木可的這個政治獻金案 或者是金華城案 這兩個人其實早就被掌握了 但檢察官在第一時間 並沒有深壓也沒有收壓他們 一個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為我覺得 是要讓整個案情再跑一下 那現在都已經大動作 把這兩個最重要的 在審慶金身邊掌握金流的豬牙虎 跟柯文哲的大帳房李文中 兩個人都收壓 代表這個案子已經進展到一定的程度了 不過昨天在深壓這個 李文中的裁定書裡面 其實有寫到一個部分 就是說他們認為李文中 雖然否認犯刑 但是他這個法官認為 法官認為檢察官所說的 就是李文中可能會串聯 勾結一些還在外在逃的共犯 來影響整個證據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還滿有趣的 所以事情還會繼續往上燃燒 雖然已經到了後端 但還有共犯 然後這些共犯是目前可能還沒有曝光的 那到底是誰 是不是就是我們大家都覺得 黃珊珊在整個金華城裡面 他到底他的角色是如何 而這個可能的共犯 是不是就是黃珊珊 我覺得這個可能要等檢察官 再跟大家進一步來報告 那我們要來看一下現在民眾黨跟柯文哲 是不是也慘了呢 遇上了大風暴呢 審慶金給的錢到底有沒有流入到民眾黨的黨庫呢 好 因為現在金華城的報告出爐了 裡面定調說財團特權令人痛心 有多痛心呢 現在因為有人認有的不認 好 請教下瑞德哥 因為這幾天我們可以看到案子的最新進展 朱雅虎坦誠行賄 但是李文中否認收賄 那如果是收賄罪的話 可能最高是無期徒刑 如果他否認收賄的話 那錢又是給誰呢 怎麼會給了出去 另外一個人說我沒有拿到 還是我沒有收嗎 對 沒錯 所以黃國昌的嘴巴是金口 為什麼呢 他只要講什麼隔天就有動作 立刻動 對啊 他們講說這個什麼 全案金流已經陷入空轉對不對 焦灼 隔天二十九張搜索票 集集如律令 然後十個被告 六個證人 而且最重要的是收押了 包括朱雅虎跟李文中這兩位 那剛剛這個舉經講到說 那麼朱雅虎承認行賄 可是李文中否認收賄 我跟你講否認收賄 他承不承認都不重要 不重要 重要的是行賄的人 行賄的人 我為什麼無聊 無聊說我有給錢對不對 給錢是最大啊 他也要付錢 我告訴各位 那麼在收押的理由上面 台北地方法院裁定的收押理由 上面只可以跟你寫 朱雅虎承認 這個行賄的事宜對不對 就表示已經認了 當然問題就在於 因為偵查不公開 所以他還繼續要把他收押起來 怕穿過 他行賄誰 行賄的名單裡面到底是誰 那才是重點 行賄的名單裡面有誰 有民意代表啦 有政府官員啦 還是有什麼顧問啦 這才是可怕的地方 那麼他有供出來 那麼因為他供出來了以後呢 那麼朱雅虎的供詞就最重要了 為什麼呢 因為你給錢你付的 那朱雅虎會不會拿自己的錢出來行賄 不可能嘛 他的錢誰給的 他的錢誰給的嘛 這才是重點 那審慶金為什麼給朱雅虎就是為了金華城要拿到不管是560還是840%的這個融機率嘛 所以朱雅虎承認了OK了這個案子本來啊那麼包括這一些這個等於說民眾黨的這個人包括洪國昌專門鬼扯說什麼什麼權案陷入空壯金流已經亂點都查不出來阿伯就應該要給他出來對不對有的沒有嘛這下我看更困難了為什麼聽說有人 這個就住在看守所越做那個白頭髮越少黑頭髮越多這下可能越來越年輕的你知道嗎 因為很簡單他們把他這兩個人收押我跟你講很罕見的辦了一個月以後還收押兩個人然後呢29張這個搜索票要經過法院的法官認證同意才讓你去搜索而要收押兩個重要關係人也要經過法官同意認為有積壓庇護逃亡串政滅政所以你就想想看嘛 所以現在把他們收押進去了以後我的天啊那表示那個幾斤肉粽的還有那麼多的被告還有一大堆還有八個新政的被告那你怎麼知道後面沒有被告現在被告已經到了20名的被告了然後呢其他證人不算而且證人隨時傳被告這個禮拜除了颱風要注意之外事實上就陳佩琪他會不會在這個禮拜約談然後約談了以後他的身份會隨時可能從證人變被告 因為他現在是證人的身份因為那個時間點都太巧合太巧合ATM存款的時間點現在也是太巧合太巧合了喔所以你沒有辦法告訴我們說啊這個一切都是太巧合我說坦白十二點都說十二的對不對所有的巧合都發生在你家裡不可能喔所以當太多巧合的時候其中必有鬼 那朱雅虎公出來李文中不公李文中可能有這個他如果公的話那麼他自己本身就是就是收惠的人嘛那問題是李文中也要弄清楚自己的身份跟自己的涉嫌的這個罪名啊你要自己扛嗎你要自己扛的是你囉你就算你就算不承認都沒關係為什麼因為如果是朱雅虎承認他已經給了你我記得兩三個禮拜前我已經講過了只要木可公司只要李文中這邊只要有一筆帳是跟這個等於說 衛星集團的任何子公司村公司什麼有基金會有牽扯的話你就完蛋你就再見喔有人有人跟你不管你是用買賣的不過都不管嗯你忘了嗎裡面有一筆四百五十萬是直接賄賂柯文哲的私账所以呢事實上當然那時候講是是商標授權金啦對不對講是這樣講可是問題來了我哪知道商標授權金四百五十萬也可以四千五百萬親在你講的有沒有可能從黨庫洗到木可再可能洗到那裡你忘了單單單單單民眾黨講法一千五百萬 民眾黨會給木可公司就好多種不同的說法嘛還有很多人什麼政治先進要給木可公司有沒有要經過木可公司不能直接進去他們的志工也都這樣講嘛今天民眾黨的副秘書長那個徐甫啊他接受媒體訪問的時候他說要證明李文中不是他們民眾黨的大帳房他說他沒有擔任過這個什麼什麼重要的角色好那我們就幫他證明李文中是柯文哲的大帳房這樣虛無力也算嗎所以不是民眾黨大帳房但是柯文哲 聽完之後突然覺得很爽的跟切割啊阿伯跟你們切割啊你有爽嗎李文中就是柯文哲的大帳房而且呢他可以掌控木可基金會還有他是競選總部的真正的財務長管理的人所有的錢但是所有的錢都不會進到李文中個人的私障口袋裡面很簡單背後那個背後鈴才是真正的嘛背後背後鈴就是我們現在所看到的剛剛穿黃袍加身的柯文哲嘛很簡單嘛 因為大家都知道柯文哲用他的目標目的就是因為他是在背後鈴很簡單嘛所以柯文哲現在看起來哇馬上從突立五年以上有期突刑真的非常有可能十年以上有期突刑甚至於是無期突刑我想補充一下朱雅虎的部分其實朱雅虎跟李文中啊在這個案子剛開始調查的時候其實就已經被檢察官掌握了然後那時候大家不是就覺得說很奇怪嗎朱雅虎看來就是這個幫忙 打通很多關節的人啊又可以約蔡姐啊然後包含他當了鼎月公司董事長之後金華城拿不到的20%隆機獎勵他就拿到了顯見他在這裡面的過程當中都知道而且朱雅虎也說柯文哲在這個案子上面一定有幫忙所以他一定會知道啊為什麼他被列為被告卻在外面爬爬罩有沒有那時候大家不是在講嗎對 他也被約了幾次然後每次都就出來了對 而且那時候其實余將軍就講過了他其實是重中之 然後為什麼會在外面爬爬罩李文中也是啊李文中看來是柯文哲在第一任到第二任之後最重要政商關係掌握的那個人大帳房為什麼沒有辦他居然也讓他在外面爬爬罩現在收網了上個禮拜沒錯在一次的調查過程當中整個都收網為什麼要收網為什麼要讓他們兩個都被擠壓很簡單嘛李文中在這個裁定書裡面講的 李文中還有同案的相關的關係人厲害關係人還沒到案還沒到案或甚至是被告那這個人是不是黃珊珊有帶檢察官還是蔡壁如還是劉德勳還是有其他的人這值得大家再繼續關注下去所以我們就應該問黃國昌你只要回答這一題就好有沒有焦灼式空轉回答沒有嘛對嘛只有你們焦灼式空虛的這個辯護嘛護航嘛那朱雅虎 那朱雅虎的部分就更妙的朱雅虎如果你看喔金華城編了4.3億的公關費然後威京小省要求鼎月也編了5億總共加起來9.3億的公關費這麼大的一筆錢的流向流到哪裡去如果朱雅虎現在說有我有幫忙行賄代表這9.3億是不是他統統都知道那如果現在檢察官沒有把他收的了把他放出來給他抓抓你覺得他會不會有生命財產的安全啊 對不對 所以壓起來該不該該然後再來為什麼要壓為什麼要壓因為已經開始收網了嘛已經到了最後了嘛所以絕對沒有黃國昌所說的沒有這種所謂的空轉的狀況非常積極的在辦膠著的是民眾黨因為民眾黨現在切割李文中切割到有點誇張耶他們切得很對啊 李文中切好切滿耶李文中被列為被告 被羈押他們說那個已經是被開除的人對然後今天還繼續切割說什麼你知道嗎說啊包含縱況基金會包含木可都是那個被切割啊被開除的那個人啊想的idea所以都是他的錯我覺得民眾黨真的很誇張耶如果我覺得民眾黨繼續這樣切割下去可能連李文中都會糟了我為什麼要幫你背啊錢都你在拿我幹嘛幫你背 對 對 沒錯 好 繼續切割吧 哪有這麼隨的 對